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将推行第二波向东学习政策 加强跟日本的双边关系 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 叛国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并且以经政法 乌克兰政府表示 很快将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 但无具体日期 前首相敦马哈德在21号前21年前推荐向东学习政策 学习日本经验精神和商业技巧 如今到访日本的首相德德斯里纳吉普则是同日本达成协议 同意针对大马第二波向东学习政策 拟定双边会谈框架 两国希望通过第二波向东学习政策 加强双边关系